某次选举假设选票有一万两千张 有十位候选人要选上三位 某候选人至少要得到几张选票 才能够笃定当选 首先呢我们来假设他 有这个需要 我们先设啊 设需要 X张 他就可以笃定当选 假设呢我们这一万两千张哦 如果说平均给三个候选人的话 就是三个候选人要平均分这个一万两千张 那个我们用他减掉 减掉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当选 那么意思是说 倘若说一万两千张我们得到四千票 一万二除以三呢四千票 我们是不是也是可以当选吗 但是那个算是高票 但是最少可以多少票呢 最少多少票我们可以笃定当选的票是什么 我们用三啊用三来去当作我们的位置数 这里减掉三 如果说这一万两千票全部都被他们平均分了的话 好我们这样子整理之后呢 是四XX大于一万两千 XX呢就会大于三千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得到三千票的话 就是九千对不对 那么你只要多一三千加一票 比三千多一嘛 那么就是三千零一 你就一定可以当选 那么你再就看到三千